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话题 下面会由我和葛徐阳为大家介绍 EUFS目前我们正在为容器做什么 这个话题我们会由下几份组成 首先我会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EUFS文件系统 并且会为大家同步EUFS近几年的一个开发情况 然后我会为大家介绍容器镜像演进的过程 并且会给大家介绍我们新的 Nedas镜像服务实现的一个与EUFS近容的RAVS V6的四盘格式 再接下来葛徐阳会为大家做一个关于Nedas镜像加速服务的介绍 并且为大家介绍新的Nedas体系结构的设计思路 例如为什么我们要做新的Nedas 以及我们这个新方案的价值 最后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Nedas加EUFS加RAVS V6的一个测试情况的总结 以及相关的测试数据披露 最后我们会给大家我们未来工作的展望 当然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会留给大家做一些集中的Q&A 这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演讲的一个思路 那么EUFS文件系统是什么 EUFS代表的是增强型的止读文件系统 它的实现首次出现在Linx staging的4.19当中 然后一年以后正式落地到了Linx 5.4的FS的目录里面 EUFS它是一个以块为单位的一个止读的文件系统 只不过在设计中它的块的单位标准配置大小 是配置大小也就是4K 所有的原数据都会集中在一个一个的块里面 并且这些的块不会跨跨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产生任何的L或是开始的放大 就会有更好的性能 除此之外 由于我们是一个以块为单位的文件系统 为了去避免它在块中间的一个空间的浪费 我们使用了一个叫tailpacking技术 通过这种技术 我们可以让数据和原数据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并且可以通过单次的IO 直接将原数据和数据一把加载起来 那么我既可以实现空间的节省 也可以通过tailpacking技术 达到更好的性能 EUFS文件系统可以用于不同的高性能的指数场景 例如我们可以在安卓的手机中使用EUFS 它可以用于指数分区或者是APEX的格式之中 EUFS也可以使用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嵌入式的系统中 例如路由器或者IoT等 EUFS文件系统还可以用在LiveCD上 例如市区的ARC RSO已经将EUFS作为它的一个LiveCD的一个镜像格式之一 当我们将Blob和Meta分离并且去做一定的数据去从后 EUFS也可以用在实现高性能的容器镜像上 也就是我们这个topic即将要展示的Nedus镜像服务的Refs V6的这么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EUFS也有一个可选的一个透明压缩技术 我们可以将一些文件通过使用多个可配置的压缩的算法或者是压缩单位进行压缩 那么这个压缩算法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文件选择不同的压缩算法 我们也可以针对不同的文件去选择不同的压缩单位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保证在端到端性能的情况下 去尽量的去节省空间上的使用 我们并不引入原数据 因为原数据的压缩 特别是缩印格式的压缩往往需要随机的访问 那么这种随机的访问对性能的影响更严重 当然有需要我们也可以去结合其他的压缩技术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BartFS去压缩或者我们可以通过VDO去压缩 我们通过这些技术来去解决原数据的压缩问题 URFS目前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有用的一些特性 目前正在开发中 那么这个图下图的这个左边 它就是URFS一个针对安卓手机利用的这么一个情况的一个示意图 那么下图的右边就是我们即将要为大家介绍的RAFS V6 也就是URFS兼容容器镜像的一个设计上的一个示意 下面我会为大家去进一步的介绍URFS最近几年的一个开发动态 首先在压缩的方面 URFS支持的是固定输出的一个压缩的技术 我们在5.3的版本 我们已经支持了LD4的原地解压的技术 然后我们会在即将的5.16的环境 或者版本中我们会去支持LDMA的算法 在可配置的滑动窗口以及字典大小的方面 我们在5.13我们就已经支持了LD4的一个滑动窗口的一个可配置化 那么我们后面会在5.16中我们会支持LDMA 我们也会支持LDMA的一个字典的一个可配置化 我们在压缩索引的方面 我们在5.3的版本上 我们支持了压缩文件的一个紧凑的索引 那么通过压缩文件的紧凑索引 我们可以让压缩索引的大小更小 索引的原数据如果它的大小更小 那么它所产生的IO量也就会更少 那么也就会有个更高的一个性能 我们在5.13我们支持了一个大块压缩的这么一个技术 那么我们通过最高可以允许1兆币的一个P cluster size 来进行压缩 也就是说我们最多数据可以压缩到1兆的一个P cluster中 我们也可以我们也支持了原地 以及缓存的IO的一个策略 以及同步和异步的一个解压的这么一个策略 我们除此之外 我们在5.1的版本中 我们还支持了Posix ACL的这么一种全新管理的一个技术 我们在5.15中 我们支持了以Trunk为单位的一个 非压缩的一个文件格式 这个主要是用于数据的去从 我们在5.15版本 我们支持了DirectIO和Fsdex的技术 并且我们对压缩和不压缩的文件 我们都设计了FileMap的接口 那么我们在5.16我们会去支持多设备 那么上述介绍的Trunk即去虫 以及多设备的特性 那么就会为我们的RUFS V6加Nedas 也就是我们这个新的容器镜像的方案 提供一个坚实的保障 下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容器镜像的发展历程 那么首先容器镜像最初也就是所谓的Docker镜像 当发展到Docker VR的时候 那么在15年 这时候OCI推出了一个所谓叫OCI V1的一个镜像格式的标准 那么对它对容器镜像做了一轮的标准化 那么他们不管是Docker VR也好 还是OCI V1也好 他们都采用了一种把容器镜像传换为一种TartD的一种格式 那么通过层与层之间的层与层之间的一种去虫来去实现一种增量化的一种存储 那么在2016年Fast中有一篇论文 然后它提出了一种拦加载的一种方式 它表明大概一个镜像里面只有大约6%的一个数据 然后在容器的启动阶段会被访问 但是我们默认生成的TartD的这种格式 其实它是不支持我们一种可以寻止的这种解压 也就是说是没办法去直接的去实现这种按需下载这种拦加载的技术 然后到了2019年大家其实就开始逐渐的意识到了这个TartD是自身的一个缺陷 然后并且组织了一些对于OCI V2的一个头脑的风暴 然后去进一步的去扩散了相关的一些思路 那么后续像现在比较我们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些镜像服务 那么以及格式那么例如是Estar,GZ,Intelus 那么总体来说就是结合我们前述的那个OCI V2的相关一些讨论 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容器镜像的格式 它实际上是具备如下的特点的 首先第一个它是肯定它是要支持一个揽家载这么一种支持 那么当然它除了揽家载之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数据的一种去从 然后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去降低容器镜像它自身的存储 那么我们通过去分离原数据 就是这容器镜像的原数据以及相关的一些数据的一些Blog 那么我们就可以让原数据能够尽快的尽快的实现加载起来 实现Ready 那么通过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减少数据的Blog的这个个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些 我们就可以实现更有效化的一些方案 并且我们能够去节省它存储的开销 我们也可以去节省它传输过程中的开销 例如我们如果采用Profile的一种Blog的方式 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想到它自身的那个文件系统的存储的开销 就会特别特别大 但是如果我们采用曾经或者是一种比曾经更大力度的这么一种Blog的一种存储的一种方案 那么它的千亿成本以及它存储方案 存储成本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低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当然我们设计的格式最好还是具备它能够有最小化的一种运行态的一个 运行态的这么一种运行态的开销 然后并且它能够有一个整体上的一个 整体上的一个性能上的一个优势 那么这些优势包括我可以采取一种Quar对齐的方式 并且我们可以利用Tilepacking 我们的格式最好也能做到MFFriendly 当然我们OCI v2我们最好也能实现镜像的一个验证的 并且我们也能够做到一个内核状态下的一个文件系统的一个挂载 那么当然它如果它要是在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以及扩展性来说的话 那么其实这就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具备优势的一种下一代一个容器镜像的一种格式 那么通过以上的这些要点我们可以发现 NetOS加EUROFS然后再加上RAFS v6 其实它是能够比较完美的去满足上述的这些特点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具备一些比较良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前景 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RAFS v6磁盘格式的一个设计思路 RAFS v6是EUROFS兼容的一种磁盘格式 那EUROFS它是一个比较灵活但是强大的一个开源的指读文件系统的磁盘格式 首先它的原数据是不压缩但是可以自解寻止的 它的原数据其实是对齐在一块为单位的边界中 那么这个块每个块单位都是一个一个页的单位也就是4K 那么其实它的好处就是我的 它在当前那些现在的存储介质中 它其实它的IOW的放大是基本上是可以忽略的 那么它也对PageCash的回收以及它的迁移是比较友好的 它尤其是对低内存的情况下比较友好 当然我们的MetaData是没有压缩的 它其实是也可以如果需要的话 它其实也是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压缩技术 例如BartFS或者VDO的方式来进行压缩 然后第二个是它UFS它是采用了一种叫Tailpacking inline的一种方式 那么因为我们的原数据是不能够跨页的 所以说我们为了去尽量的去有效的去使用参数空间 并且能够去节省参数空间 所以说我们采用了一种Tailpacking inline的这个技术 然后将原数据和数据结合在一起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相比于这些不对齐的MetaData 不对齐的原数据的这种替代的方案 我们这些方案它的空间上有相似的节省 但是它的性会更好 在Anode的MetaData下我们的Anode的格式其实是比较轻量的 例如我们会有32或64次节的一个Anode的一个大小 然后并且我们Anode的放置的也是比较灵活的 就是它可以放置在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你有相关的一些需求的话 那么换句话来说 其实我们UFS它其实是没有产生一些传统意义上的Anode 或者是目录的一个表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可以更加灵活的 根据我们的需求来去安排我们Anode的 或者是我们目录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形式 所有的数据其实在UFS中都是以Block为单位去寻职的 那么其实相对于字节方式去寻职的话 其实它的Map的方式就会更加友好 然后通过节省Tailpacking呢 我们也是能够做到与字节寻职差不多的一个效果 我们的目录的格式其实是支持随机的一个访问的 那么我们就会有更好的一个目录的一个查询的一个性能 那么UFS它也是比较容易去增加on disk payload的 例如我们这次这个新的Nedas容器镜像的这个方案 就对UFS做了进一步的一个扩展 那么UFS它也是比较易于眼镜的 例如我们可以轻易的去增加以创可为单位的格式 我们也可以去增加一些新的一些Anode的一些表示 那么其实对于UFS来说这些都是非常易于修改的 那么下面这个示意图就是我们容器RUFSV6加行Nedas 这个新的容器镜像的方案 它一个简单的一个示意图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所有的原数据都集中在了一个单一个单独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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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像中 我们称它为一个bossstrap 那么剩余的所有的一些blog文件 我们通过对它进行trap去重 然后我们能够在bossstrap中我们能够进行一个单独的一个索印 那么索印结束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找到相应的一个chunk 那么最终这个bossstrap加上各个blog结合在一起 然后就形成了我们的RUFSV6的一种解决方案 大家好 刚才高强为大家介绍了RUFSV6此外格式 我借着他继续分享Nedas相关的内容 包括Nedas的特性 新价格特点 怎么使用Nedas 最后会展示我们的次数数据 Nedas是我们为云原生场景构建的一个高性能的指图数据分发系统 例如分发容器镜像软件包 AI模型等 Nedas系统的核心是RUFS文件系统 它是我们利用了可寻止的存储系统 针对容器镜像和指图数据刊发的一个高性能的支持按需读取的文件系统 如右下图 RUFS将数据分为两部分 存储原数据的bootstripe文件和存储数据的blob文件 bootstripe文件会在拉去镜像的时候一次性下载好 blob文件支持按需读取 Nedas是CNCF复化项目DragiFlight的字项目 支持通过P2P的数据进行分发 在云原生生态机身方面 我们支持了contentD,BuildKit,Hub,RunSea,CataContentD等服务 可以方便地让云原生业务使用Nedas 我们的开发语言是Rust 有很好的内存安全性 并发安全性以及高性能 现在的Nedas也在内部多个产品线上得到了应用 Nedas其实早在三年前我们便开始投入开发 第一弹实现的时候 将镜像文件在耗权上解析好 然后通过pass-through的方式将文件直通到容器中 这种方式能够很好的兼容已有生态 但是也产生了较多的性能损失 由于所有的文件操作都要转发到后端 这样就会存在大量的Fuse请求 同时由于WaterOFS实现的原因 在运行过程中会打开大量文件 消耗大量的FD 带来更大的稳定性风险 此外还有潜在的安全风险 这种用法也是社区的用法 但是根本方法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问题较多 在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后 我们便着手从架构层面进行修复 我们基于Fuse设计了RUFS V5文件系统 它可以直接mountNedas image 而无需将其解压到host上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做到了镜像数据按需加载和数据驱虫等特性 从测试数据看 能够大大提高镜像的启动速度 但是由于所有的文件操作都要转发到用户态的RUFS来进行解析操作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会发现有大量的Fuse请求 导致整体性能不佳 针对以上问题 今年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容器镜像文件系统 RUFS V6 它兼容了内核文件系统 EUFS 使得我们可以直接在Gas kernel中 利用EUFS直接解析镜像文件 而不用将所有的文件请求转发到host上 在新架构中 我们在L路径上使用了dex 以获得更好的性能和更少的内存占用量 新的Nanas架构 既可用于Fuse 也可用于内核文件系统EUFS 可以同时支持双C和Kata容器 以上 除了不兼容hosterv以外 我们得到了大量的优势 按需加载 数据去从 正确性校验 高性能 我们新的架构方案可以说领先社区两单 我们希望将该方案推往到社区 让更多的用户能够享受新架构带来的优势 在设计新一代架构的时候 我们根据论文 测试数据 社区讨论和问栏发展 总结了我们几点重要的设计目标 首要目标是提升使用容器时 赶上最明显的启动速度 容器启动时间中占比最大的是 镜像拉取过程 O3跟E需要将所有数据 拉回到本地后才能解压启动 但是只有6%的镜像数据被真正使用到 所以按需加载是解决更问题的首要方法 同时按需加载还能大大降低容器启动阶段 由于网络问题导致的启动失败比例 在我们的生产环境中 通过Nadas的按需加载 将容器拉取失败率降低了几十倍 第二点是通过数据驱虫 降低存储空间 降低存储空间 对内存占用 本地及远端存储资源 还有网络单宽均能带来较高的收益 第三点是提前考虑未来的扩展性 比如机密容器 镜像的安全扫描 异常行为检测的 第四点是要同时支持RUNC原生容器和CATA Contender这种安全容器 第五点是考虑在各种环境下的安全扫描问题 例行中的高性能要求 右图是架构简图 每个Nadas服务一个容器或POD 同一个代码它既可以支持RUNC场景 又可以支持CATA安全容器场景 我们通过一个后端支持群职访问的远端存储 一般是Registry对象存储 NAST 并利用RAFT的Bootstripe中保存的Metadata 实现了按需加载的功能 在下载过程中 利用Dragonfly P2P网络进行数据分发 减轻了后端存储的压力 在安全容器场景中 我们进行了架构优化 通过按需加载 URFS和DEX等技术 极大的提升了运行性能 通过利用Fuse协议和DEX 直接内存访问 将host上的Blob镜像 Blob镜像数据文件整个映射到GAS的客户中 并利用URFS进行直接解析 来提高性能 因为Blob文件个数位一般比较少 所以我们Fuse请求个数也会比较少 并且文件通过DEX 直接按Map到GAS的中 由于省掉了内存拷贝 所以大大减少了Io链路延迟 同时GAS的Kernel不用再缓存文件数据 节省了PageCache 降低了整体内存消耗 可以提高整机运行的密度 和运行的稳定性 此外我们通过读放大 和根据文件返回顺序 进行文件重新排列 来提高整体运行时的性能 在实现文件重新排 重排顺序时 我们还利用了母神正经 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布局方式 提高Io命中率 最终我们实现了NATAS文件系统 格式在容器启动速度 镜像大小以及数据完整性等方面 都优于当前O3V1镜像 我们实现了镜像的暗需下载 提高镜像启动时候的速度 实现了按照唱歌力度的镜像驱虫 不仅实现镜像内部驱虫 还能实现镜像之间的驱虫 减小总的镜像大小 降低网络贷款的占用 同时这里的唱歌大小也是可以配置的 同时因为不同业务场景 可能需要配置不同的唱歌大小 实现了端到端 镜像数据校验 我们在传输阶段和执行阶段 都会进行数据和原数据的校验 确保数据正确性 还有正在开发的机密容器 支持的基于唱歌的加密 我们还支持多种存储后端 包括Registry NAS 对象存储 Dragonfly P2P 等 实现让兼容了OCI Spec 集成到了CNCF复化项目Dragonfly 可以以P2P方式分发容器进行 减轻后端存储压力 同时我们利用了模式设计 进行数据重排的优化 数据预取IO放大的策略分析 以及异常行为检测 接下来 重点介绍我们的两个特性 数据驱从和数据校验工作 数据驱从工作 在容器竞选服务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果驱从做得好 不仅能加速容器起动速度 还能降低单机的内存消耗 并且还能降低Registry等后端存储的成本 但是当前基于O3V1 基于Layer 驱从效率要低 比如修改一个文件的与何数据 会导致这个文件被重复保存到新的数据层 被修改过的文件 保存在不同数据层中 且都需要被下载 而实际上 只有最上层的文件数据会被访问到 还有被删除过的文件仍然需要被下载 比如YouTube中 我们选择了三个常见的 有一定业务特征及代表性的场景 分别是寒入计算 它代表了特定领域用户的场景 比如外部应用 视频处理应用等 金融业务场景 它代表一个会进行业务自身 各种软件包部署的场景 以及大数据Machine Learning场景 它们会周期性的迭代进行内容 在每个场景中 提取最常见的几十个镜像 进行数据层分析 反显在镜像之间 基于Layer屈虫的效率 远远低于了我们提出的 基于技术镜像屈虫 也就是Domain Specific Deluxe 数据屈虫 我们提出了两个 可以叠加的屈虫策略 第一种是对一个镜像内部 所有的场合进行分析 在镜像内部进行数据屈虫 每个文件的数据 被固定大小切分成Chunk 并保存到数据层中 数据Chunk可以在不同的文件 不同的镜像之间共享 所以既支持在镜像内部屈虫 也支持跨镜像的数据屈虫 仅通过镜像内部数据屈虫 我们便获得了10%到30%的屈虫收益 在内部屈虫的基础上 我们更进一步 我们提出了兼容的 基于特定领域的屈虫 领域屈虫 全局屈虫 因为在一个特定的领域 数据从全局来看 相似度会更高 重复率也会更高一些 我们在一个特定的领域的 常用镜像中 选择数据Chunk出现频率 大于某个域屈虫 将该Chunk加入到BaseImage中 比如在还是计算场景中 我们在11G的镜像数据中 选择Chunk重复出现了5次 及以上的数据 组合成一个Layer 生成我们的BaseImage 其他镜像基于这个BaseImage 再生成新的镜像 这个BaseImage 就类似于一个 最基础的镜像Layer 比如加把镜像层 Pasic镜像层 在制作了基础镜像后 我们根据基础镜像 进行数据取虫 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取虫效率 同时该方案是兼容 OutsiSpec 不会带来额外影响的 唯一特殊的地方是 需要对已有的镜像进行分析 经过统计来生成基础镜像 比如在海数计算场景中 我们生成的基础镜像大小为578兆 约等于平均镜像大小 然后其他镜像都基于该镜像 进行数据取虫 最终整体可以节省34%的空间 这个取虫效率远大于 按照Layer方式进行取虫 在金融在线业务 AI业务中 我们的取虫效率 也远高于2.0Layer进行取虫 那么新引入的Base隐秘值 会不会影响整体成本呢 我们简单化了个 在各业务场景下 镜像个数和总体存储成本 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到 在保存了2到3个镜像之后 该领域进行按领域进行去虫的存储成本 就会开始低于正常的存储成本 并且镜像越多 优势越大 所以总体来说 你使用的镜像越多 你节省的空间就会越多 接下来再看看数据校验和机密场景 Nadas的镜像结构分为Bootstrap文件 和Blob文件 每个文件的数据 会按照固定大小切分成一个个chunk 每个文件的chunk 每个文件的chunk 会被压缩并存储到一个Blob数据文件里面 Bootstrap文件中 存放了所有文件和目录的原数据 包括文件在哪一个Blob中 以及具体的偏移 同时 原数据中还包括了一个哈希值 整个原数据是一个哈希数 每个节点的哈希值 都由其内容来进行计算 叶子节点的哈希值 由其其中的数据进行计算 非叶子节点的哈希值 尤其紫叶子节点的哈希值 进行计算 根节点的哈希值 来源于Manifest 通过这种方式 Dadas实现了在下载阶段 和运行阶段的双重浇验 确保数据的正确性 基于原数据 我们也正在开发对机密场景的 机密容器场景的支持 接下来讲讲大家最关心的 Nadas怎么使用的问题 镜像使用的经典三部 Build、Shape和RAW 在Build阶段 我们开发了工具NadasFile 来将OCI-V1镜像转换成Nadas镜像 并上传到远端的Registry中 也支持使用大家熟悉的Build Kit 从DockFile中生成Nadas镜像 在存储镜像方面 当前Hubble和阿里巴巴 Cloud Container Registry 已经支持了存储Nadas镜像 并能提供 自动将OCI-V1镜像 转换成Nadas镜像的能力 Nadas和Hubble 合作开发了 Acceleration Service Framework 使用Hub Acceleration Service 镜像被Push到Hubble后 通过Webhook 调用Acceleration Service 启动镜像转换 可以自动将OCI-V1镜像 转换成Nadas镜像 最后 在运行的阶段 需要安装ContainerD Nadas GRPC 它作为一个ContainerD Snapshot的插件 以Demo方式运行 可以解析Nadas格式的镜像 将其提供给ROMC 或CutContainer运行 欢迎大家点击下面的链接使用Nadas 这一页展示了我们测试的一些启动数据 我们测试使用了三个大小 递增的镜像进行的测试 这三种镜像大小 也是我们在业务中常见的 进行大小 我们在安全容器场景下 使用了CII Control进行的测试 PortTime代表 拉取镜像花费的时间 E2E也代表 镜像从敲下ROM命令开始 到执行用户程序花费的时间 可以看到 我们的启动时间 基本上都是瞬间完成的 而OCR V1 启动花费的时间 和镜像大小成正比 这就是我们新架构带来的优势 做到了即使再大的镜像 我们也能在一到两秒内完成启动 同时我们还在利用MachineLearning 统计分析等方法 继续优化镜像拉取时间 做到更快速的启动 这就是我们新架构带来的性能收益 关于我们未来的工作 我们会继续推进NATUS原原生生态集成 包括Kanondi,Dorker和Grancy 并在机密计算上 完成NATUSRAVS V6机密容器 进行方案的设计和演技 推动EroFS FSCache上游支持 来买足RUNC场景下的按需加载 TASSO ESTAGZ和RAVS V6 集成的可能性 最后在镜像机器学习上 我们会通过继续学习 继续优化数据盘序 数据预取和异常行为检测 实现更高效更安全的容器进行方案 感谢大家聆听我们的演讲 下面是北向风的链接和我们的讨论群 欢迎大家加入 下面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留作QA 请大家多多指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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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